就天然合一提高生命质量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天使力冠名赞助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 梁某人 刚才呢跟罗宗美老师呢 就讲到一个话题啊 就讲到皮肤病的问题 皮肤病分两种 一种是痒的 一种是不痒的 痒的呢 都是因为阳气啊 过多的 不恰当的去到皮肤表面 导致的问题 另外一种皮肤病呢 它就是不痒的 比如说板巅峰 就是不痒的 那是因为呢 阳气不够 阴气太多在外面 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北巅峰 它是因为颜色就脱落了 那就是为什么会 就是我们颜色呢 我们就皮肤像花儿一样 那么阳气像春天 为什么万物花儿就开了 春天 花儿是开在春夏 为什么是阳气生发于表了 生发于万 那么一到冬天 阳气万物都不好看了 是吧 花儿都给凋谢了 都因为这阳气收藏于泪了 对 所以说我们阳气收藏于泪以后呢 表的气血不足 它就颜色就脱落 就会形成 就是说这个白颠峰 白色它就限制 白色属于肺 对吧 它对应的是肺 那么就是说 我们正常的 我们的黄色的皮肤是黄色的 黄色是我们脾气大于表 那么如果它就 把这个显出肺的本色了 那是我们脾气不能大于表 你看我们得白颠峰的人 气色都不好 都会显得比较暗 胃都不好吗 对 都比较暗的 应该是 皮胃吧 我不光走 因为得白颠峰的人 因为皮肤都不光走 都比较暗 而且逐渐它会得国重疾病 因为它的从我们西医来讲 就是它的免疫力低下了 从中医来讲就正气不足了 它不光是因为得白颠峰的问题 它会用于表现皮发呀 霉劲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其实它都是因为这个正气的不足 那么就是我们把皮肤病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任何一种病 任何一病会用营养量的分 就是一个是这样扁平忧 扁平忧就是实气太胜的人 实气太胜的人 往往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是阳虚实胜的人 都会在表皮长一些多余的东西 一般来讲都是实气胜 因为为什么呢 实它是有心 实是因 因成形 它因气它聚集在那儿才会成形 它就成多余的了 我们曾经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 聊过这个话题 结果罗老师现场就发现 我们有一个编导 就有这个油 手上就长了一颗油 他当时呢 罗老师当时呢 就拿了一根针出来 烧红了 当然不是扎在那儿留很久了 点一下拿开 几下之后呢 那个东西没了 对 就是你拿阳气就补了 那个阴气 对不对 对就把它散掉了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皮肤病呢 就我把它分为两 就是这两大类 阴和阳 一个是阳在外 一个是阳不能大于表 说到这个皮肤病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 有一些人呢 莫名其妙的 开始长痣 就是以前脸上挺光滑的 突然长出几颗痣出来 痣这个东西 不是痣创的痣 是那个痣啊 这个痣呢 我看你也是用 那个火针去点嘛 是 道理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个人会成 这个有痣呢 它和这个痣呢 它相当于是个 良性的流 是吗 对 黑色的 没得不起来啊 对黑色是流 它因为 因为痣它是黑的嘛 它总得讲 还是因为阳气 不是 是阴气聚在那里了 阴聚就成形 如果死去胜的人呢 它就容易长痣 它不光是长痣了 如果进一步胜了的话 它就容易长过种 像脂肪瘤啊 对对对 脂肪瘤你是怎么治的呢 一样 从我们中医来讲 中医当时没有这种脂肪这些数嘛 对吧 我们中医的时候 我们就开个什么中药去 把那个血子给降了 给你化血子 中医没有 如果用这种思维去看病的话 那么就西医了 西化了 对 那你怎么看脂肪瘤这个事 那么脂肪瘤呢 首先它凝聚 聚在这儿它是有阴气 刚才说的 它有痰食 痰食时期过剩 时期过剩呢 它凝聚了就会形成瘤 因为阴聚 聚在成形嘛 对 所以它就形成瘤了 那么我们中医知道这个呢 就是以色补阳化痰 散剂就好了 但是很难耶 很难 就是你知道把药吃到肚子里面 让这个阳气一层层 偷偷偷偷到皮肤表面 把皮肤表面那个脂肪瘤给划开 这需要很大的力度的 但是虽然说需要很大的力度 但是因为你形成 它也是很长时间 对吧 对 你也不可能是 如果你这个病一天形成 我可能一天就能给治好 你形成了很久 那就需要有时间 那么有的人说 那不去治行不行 那是错误的 不去治 它会形成 又会伤及到内障 因为你这个时期存在的话 它 它就先不管它 它会慢慢 你看你血液高了 那么血液糖高了 这么三高 高了以后呢 你血液年臭度自然也就高了 高了以后呢 慢慢血压 因为你年臭度高了 血压自然就受阻嘛 血管就受阻 血管受阻就会成血压高 血压高了以后呢 心脏的负担增加 那么就会出现心脏变 它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一系列的疾病呢 是它的根本的原因 还是在你这个失 讲一下肿瘤 那么肿瘤 我是怎么认识肿瘤的 那么中医呢 怎么认识肿瘤 那么肿瘤呢 可以把它分为良性的 和恶性的两种 这两个呢 癌症也好 这个良性肿瘤也好 其实我们用中医的 营养这种理论去分析它 其实我们中医这种 营养理论呢 它是就好像比是 打开我们这过重疾病的 哪怕药食 任何一个疾病 我们这个营养它是一个公式 可以把任何疾病 放到我们的公式来进行分析 那么就是说 我们假设我们分析这个肿瘤 那么这个肿瘤呢 其实它又 它虽然是瘤 它也分为营养两种 那么这个弱性肿瘤输阳 良性肿瘤输阴 假设我们从表面就可以 假设说我们这个癌症也好 假设得的是皮肤癌 还有得了一个皮肤的良性肿瘤 它们的表面的体温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从体温 就可以区别出来 那体温这个的是什么呢 那一定就是癌症了 真的吗 对 如果假设你身上长了个瘤 不论你哪里长了个瘤 如果体温要高出周围的皮肤 那就非常危险了 那癌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哇 头皮真发麻 如果就这个 如果就长了这个瘤 是和你这个周围的皮肤 这个体温没有区别 OK 那不用担心 为什么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癌症呢 癌症这个肿瘤它是阳 因为我们说它是阳 那么它是热的 那么阳性的它是阴 它是阳的 那么癌症这个肿瘤 它是因为是阳气 聚在某个地方了 就是说我们的阳气会受阻了 或者造成阻子在某个地方 这个阳气过不去了 那么造成某个地方的能量过多 所以因为这个癌症呢 是因为这个 它是也是因为这个阳气过多的聚集呢 就会造出它快速的 局部的组织快速的生长 最失控的这种生长 如何面对这种失控的生长呢 又该如何处理呢 如何预防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稍次休息 马上继续回来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谈论